深入探访拍摄片场 亲力讲述幕后故事 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 这里是国宝君的片场日记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十分凄惨 万分悲伤的故事 故事的开头 要从徘徊在街头的我们红毅说起 这位不知道是受了情伤 还是受了情伤的男子 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 看上去十分难过 一度悲痛到一屁股坐在地上 看到此番情景 国宝君开始怀念起了那个 笑得有些过分灿烂的人红毅 都说爱笑的男孩运气不会太差 这不即使身处险境 也有人惦记着给他送饭呢 这位小姐姐不仅人美心善 对待工作也是十分的认真呢 叶哥你是真调皮呀 相比起吃相粗糙的袁红毅 我们的精致女孩周若思就非常讲究了 整天不仅能和一群跟我一样宝贝的东西打交道 还有专业老师的面对面教学 那心细程度可以说是无人能敌 在这个剧组 我们三三的任务就是 修文物 修文物 和修文物 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日常了 能和这些有历史厚重感和文化气息的东西打交道 国宝君也是非常羡慕呢 但这认真研究的路上 不会遇到一些小麻烦 道具老师啊 您可长点心吧 下次还这样 国宝君可要实名举报你了 这一次就先放你一马吧 我们下回再见